原标题 赵丽颖是剧组吃货小公爷戏里戏外都听话 冯绍峰更想在家陪老婆说起 现在最火的电视剧一定少不了 知否知否 戏里的剧情是越来越精彩 戏外各位演员们 也是受到了观众一致的认可和喜爱 剧中的三大主演名栏赵丽颖饰演 顾二叔冯绍峰饰演 小公爷朱一龙饰演 更是轮番上热搜 看剧组演员的花絮和采访小池 真的觉得每个演员和角色真的是完美契合 首先是女主角赵丽颖 她是剧组公认的吃货 担当从剧组的演员说起赵丽颖 印象最深的 就是一直在吃东西连道具老师 都要时刻防止赵丽颖贪吃 演员们每次对戏的空荡赵丽颖 总是一手拿着本 一手端着自己的小零食 这种爱吃的属性 正好符合小说中 女主角的设定小池 记得在原小说的描写中中 明蓝就是圆圆的包子脸 而且对美食无法抵御 所以说难怪制片人看完小说后 第一个想到的女演员 就是赵丽颖从目前电视剧播出的效果来看 赵丽颖无论是形象还是演技上都很好地演出了明蓝的状态 最后插一句题外话 恭喜赵丽颖即将当妈妈了第二个说说 让人心疼的小公爷相信电视剧播到现代 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小公爷的包 因为高度还原小公爷这一角色 朱一龙成为女孩们心中共同的初恋 不过我们都知道 最后小公爷是痛失所爱的 朱一龙自己总结说是齐鹏顾忌的东西 太毒了 他放不下父母责任这些束缚 不过冯绍峰可不是这样认为的 在他看来 齐鹏太听家里的话 最后还补了一句 朱一龙确实戏里戏外都是个听话的乖 他孩子说朱一龙听话这个事情 赵丽颖也有故事要讲电视剧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天气还比较热 朱一龙就买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电扇 赵丽颖看中了 就借过去 用一支倒戏 都杀清了电扇还在赵丽颖那里 还有一次是赵丽颖开玩笑 让朱一龙扇风还说不要停下来呀 结果赵丽颖故意斗朱一龙 完朱一龙就真的一直扇风没有停下来 而且小池以前看过一个采访作演员 也是朱一龙为了圆满的演员梦 性格一直不太外向的他 在高三时突击学了两个月见到 就去参加艺术考试了最后冥冥中句 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所以说无论是拍戏还是生活 朱一龙都是听满的话的好孩子 最后说说事业生活两得意的冯绍峰 冯绍峰说赵丽颖是她的小鼓励很可爱很聪明 虽然在剧中顾停意是设计采取到了明兰 但是剧中还是有很多前蜜戏的 尤其是婚后的戏份 顾二叔和明兰还是会好好秀一把恩爱的不知道是不是受赵丽颖的影响 整个采访过程中冯绍峰说话都有点赵丽颖的影子 全程也都是笑呵呵的样子 冯绍峰自己也承认她是剧组的搞笑 担当不管什么时候 她几乎都是满面微笑 如果说用一个词语形容剧中顾情叶明兰和齐红的关系 冯绍峰说他们是远方亲戚吧 好吧这么说好像也说得通赵丽颖怀问了大家都知道 新剧还在宣传期冯绍峰不得不外出工作 当记者问她现阶段有什么心愿时 冯绍峰说想分身在家陪老婆 记者问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 年过四十的二叔笑得都不好意思了 一个劲说现在挺好的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也有想保护的家人 有一种归属感 从来不秀恩爱的赵丽颖 在冯绍峰参加跨年晚会唱完歌后罕见发文 二叔紧张又可爱 随后冯绍峰回复感觉你比二叔还紧张 虽是简单的文字互动